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3岁对吧 满了还是没有满 呃 刚满 刚满 是几月几日生 我是 97的 11月10号 11月10号 对 现在还在念 还在念国一 国一 可是却已经长到 178 但是我心里想的事情还是13岁的 哦 意思是说我们不要以你的外星 不行 不行 你的身高来衡量你已经长大了 对 所以13岁的小朋友到底在想什么 13岁的小朋友 可能就是 还是你不愿意我们叫你小朋友 呃 可以啊 可以吗 对啊 你乐意当个小朋友 我很乐意 非常 因为我本来就一个小朋友 是 所以13岁在想什么 13岁哦 其实就是读书 读书然后下了课以后就 就回家打电脑 就这样子 打电脑是做功课吗 还是在玩 不是回家不会做功课 就是玩线上游戏 可是没有功课要做吗 现在国一这么轻松 呃 现在有 但是我们通常习惯是在学校就把它做完 是你的习惯还是全班 嗯 一般人都是这样子 所以老师会让你们 要先做功课 会可以 其实 葛大能够 今天来到我们摄影朋友很重要的原因 对不对 嗯 是 就是发行了个人第一张专辑叫做冬天里第二把火 冬天里第二把火 可是这个人是你吗 嗯 封面上我刚才看到了一个 呃 有刘海 有墨镜 然后脸比较圆的 有变吗 这个小朋友是谁 那就是你哦 对那是我 什么时候拍的照片 对那是大概三个月前 现在瘦了 真的吗 是老爸要求的吗 对他他有要求 他说你的脸太圆了 对然后前一阵子我就故意把自己搞得很累了 说不吃 然后就变一点点 可是其实你现在还是在青春期吗 还在发育啊 也不要 也不能太瘦 也不要太刻意去恶性减肥啦 对不然会长不高 是是是 可是你已经长得很高了呀 还有一点点 你还要再高 对 目标 目标 185 185以下 以下 对 不能以上 以上太高了 太恐怖 那怎么办 怎么办 呃 如果真的长那么高你就要去 不当歌手改打篮球 打篮球 可是你不爱 我还好 打棒球可以啦 你喜欢棒球 我以前喜欢棒球 然后我以前的志向就是打棒球 这是打子还是投手 呃都可以 但是我爸反对 但是我爸反对 我不知道 他说棒球当运动就好 但是职业的话可能就要再考虑一下 那结果你说你要当歌手他举双手赞成吗 歌手 通常有些演艺师家也不希望小孩子走这一条路啦 他可能是支持我的兴趣吧 因为我三年级的时候那时候流行假冲 就是有个机器然后刷卡在那边玩 是 对然后我就迷上养真的 然后但是真的也不便宜一两只随便就要一千多 都要去哪里买 都要去其实也很难找 然后我爸就还蛮支持我养的就给我买一只最贵的六千块 六千块在当时对我来说非常贵 对三年级的时候 然后但之后我喜欢打棒球 等一会我先为那个甲虫的命运 甲虫的命运 买了六千块的 大概一两个礼拜就挂了 被你 但是他们寿命一般不是很长 那为什么买那么贵 那这样买一千块不是也一样 可能就是价值吧 国外进来的 对当时觉得很稀有 然后之后就喜欢打棒球 我爸就每个礼拜 陪我到板桥打 打到凌晨一两点才回家 对 他也打吗 对他也没有打 他也打 对 然后他就一直陪着我 到最后我喜欢唱歌跳舞 他就陪我到外面表演 是几岁的时候 对是大概2009年的时候 你才开始喜欢 对大概11岁的时候 对所以他是还蛮支持我的兴趣 对他不会强迫我 所以是只有对你 还是对姐姐妹妹也是一样的 对大家都一样 对大家都一样 对像我妹喜欢看电视 我爸就让他看电视 那你爸要陪他看电视吗 我爸不用陪他 我妹也不让他陪 就自己在看就对了 对 可是打棒球要陪 出去比赛要陪 那你乐意让他陪吗 我是OK啊 你享受吗 可是你明明说今天他不在 你很高兴啊 像是这种访问的时候 我比较不希望他在 为什么 因为我上台之前 比如说我很开心 然后我一上台才可以讲出一些好笑的事情 但是他假如今天在 但是断了我的心情的话 就是比如说他让他让你心情不好 我比如说上台我就会 没有话没有话讲 就闷就闷掉 不要闷 对然后今天他不在 我比较开放 那为什么他会容易让你心情不好 是平常在家里就这样 还是说出来做艺人的时候 就会比较严格 就是要出来之前 他会比如说开路前 他会一直跟你讲一大堆事情 而这些事情我都知道 对我都知道他就一直讲 我就会觉得很烦 我们来听听看高凌风大哥 最常跟他儿子讲的是哪件事情 我爸最容易叮咛你的 讲话要大声 大声你说音量啊 音量大声 然后不能只回答对或是怎样 要讲一个故事 对啊 然后他就每次在那个电视机前面 我在跟他看电视的时候 他就会一直说你看这个人不行 比如说我们在看小S 蔡康永他说你看他们多会讲话 你要学学他们 他们多会讲故事你看你看你看 又来又来 他说哦好了我知道了 他就会一直指导你 然后我就觉得很讨厌 你觉得你今天音量怎么样 是正常吗 我觉得音量正常啊 就是以前有比较低 以前我 不会讲话 大概 你说你不想讲话 我会害羞 大概前几个月的时候我还是上节目不敢讲话 对但是到了大概上个月我跟我爸出国巡回 然后再去哪里 去了夏威夷旧金山 多人多温哥华 这四个地方表演 这么幸运的十三岁 对 然后我就有在台上讲话 对磨练一下回来就话比较多 嗯 所以现在很爱讲话 现在可能上电视比较话比较多 私下还是 私下 私下 私下一样私下不会变 安静的 其实我私下也蛮吵的 有个同学有没有听到你这样专辑 他没有什么样的感觉 其实在大概三月二十二是我发片的日期 对然后我第二天就拿一张给我老师 嗯 我本来只是送给他然后签个名 但是那天找自习的时候 我们班都习惯考试 我们老师就拿进去给我们全班厅 他怎么放 就教室里面怎么放出来 因为我们一般都会有一个 考试的时候比如说听力什么的 都会有一个放CD的 他就放那个来放我的歌 对然后我就很尴尬 我本来在学校是一个不会尴尬的人 就很开放 对但是 胆子很大的人 对胆子很大 但是那时候我们在考试 我们老师就放那首歌 你在考什么科目 在考我们老师是教英文的 英文 对所以我们在考英文 对然后就放我的歌 冬天里第二把火就唱出来了 这样子 他五首歌都放 所以还有你爸的歌也被放出来 就全部都放出来了 对然后那时候就突然变得很害羞 是 第一在公共场合听到自己的专制 对 第一次 结果同学们有什么反应吗 其实刚发的时候同学会很好奇 好奇你发的时候 你在录音室啊 还有你在拍MV 对啊 有什么事情 对 但是 之后我老师有跟我谈过 就是在学校就是跟大家一样 就不准讲这些事情 就是没有特权 对然后没有例外 对所以 就代表我现在跟同学就很正常这样 对然后到了外面 随便你要干嘛都可以 是 在学校里不要太高调就对了 对然后我现在在学校就变得很低调 我戴个口罩 我喜欢戴个口罩 然后头低低的这样子 会怎样吗 也不 我是会有人冲上来吗 对 同学应该也不至于啊 就是我很低调 然后我还是下课 还是会跟我同学出去 对然后我戴个口罩去福利社买个东西 就会有人传 有人传这个人在拽什么 他很大牌 对他以为别人都会认出他的 对但是我不是啊 那你为什么要戴口罩 我们老师说就是要低调啊 对我开放人家就会说我在炫耀 我低调人家就会说我拽 然后我就说那我到人家干嘛 你有回去跟你爸讲 有 你爸的建议是什么 我爸说 口罩继续戴 我爸说你就不要管别人怎么讲 对啊你自己怎样就怎样 我觉得如果没有感冒 还是可以先不用戴口罩了 对 因为在校园里应该还蛮安全的 不一定 不一定 会怎样 学校是国中跟高中在一起 哦 还有高中 我看有的人会修理你 我会想 会不会就是 会被霸凌吗 放学走在 走在门口一大堆人在那边看着你 对我很害怕 对所以我现在就找 而且你们是国一 对我现在 国高中里面最低的一个年级 嗯对所以我现在就找一个人放学 一定要在外面有一台车的 在门口 你在保镖 出去就直接坐上那台车就走了 那个车是谁的 那个车是我爸的 对我爸 那干嘛叫说你要去找一台车 就你家的车 我爸有请人开车 嗯 对所以就直接上车就走了 也不要让人要有机会来靠近我 哇 才出第一张片就变这么孤单了 对我很怕啊 嗯 对然后到现在我下课我也 不太喜欢到外面 教室外面 我都喜欢在教室 嗯 对然后就是常常会有一些人在 在门口一直一直问说 哎那个人是谁 那个人是谁 然后 那个谁谁是不是在你们班上 对 对然后我就觉得还蛮 蛮没有自由的 是是是 对跟同学打闹也不行 因为你要也要有形象 嗯 对就就变得没有自由 好 我们到下一阶段啊 这个没有自由的新歌手 来跳下舞好了 也许他会比较快乐 电源的节奏 从前里的耳怕我 舞动的节奏 从前里的耳怕我 跟我的节奏 从前里的耳怕我 启动的节奏 把你的手交给我 电源的节奏 从前里的耳怕我 舞动的节奏 从前里的耳怕我 跟我的节奏 从前里的耳怕我 启动的节奏 你就不想离开我 就很简单 就很简单 然后就从小被教到大 是是是 对除了学校以外的人 都是叫你的绰号 学校里人叫什么 学校就叫我本名格照 就叫格照呢 对 哦没有绰号 我不喜欢在学校人家叫我绰号 他们没有另外替你取个绰号 另外替我取个绰号 通常学生不是很喜欢 互相取绰号 老格 为什么 我不知道他们就很怪 你不是年轻人吗 可能在他们的眼中 你比较老成吗 对 是个性 外表 你真的比你同学看起来比较老 对因为我们班的同学 其实一般都到我这边 哦是高度啊 对高度 所以叫我老格 那叫大哥啊 老格老格一直叫 你们班有女生吗 有我们是男女合班的 所以男女都这样叫啊 呃 其实都是比较熟的人会叫 才会叫 对不熟的他叫我也不会理他 说得好说得好 对啊 这次出了就是五首歌的EP吗 对 对 你唱了几首 三首 然后可是 我爸在里面掺了一咖 唱了两首 这是什么原因 呃 其实本来五首都是我的 对 然后本来歌都已经录好了 MV要好了 然后整个片已经快要出了 快要出了 我爸就突然冒出一句 欸我可不可以在里面唱个两首 对 然后我们家一开始全部都反对 所以本来你有五首歌 对 本来都挑好五首 都唱好了 哦 对然后我们都没反对 结果之后我 我跟我妈看我爸还蛮可怜的 所以就要 让他进录音室录了两首歌 然后再拍MV这样 可是他那两首歌是另外找的 另外找的做词做曲 所以不是你原来的歌他拿来唱吗 哦不是不是不是 他的歌叫做不累不累跟还好还好 诶 都有那个 是请韩贤光老师做词做曲 是是是 而且就是就是 就是很口语 不累不累 还好还好 对 我觉得蛮妙的耶 所以老爸的歌选进来的时候 你觉得OK吗 好听吗 我觉得很有味道 不累不累是翻唱一首 六零年代的歌曲 是 然后五六零年代的歌 本来我就还蛮爱听的 为什么 你不是97啊 对我 1997年生 对我是97 但是我 除了一些最新的歌曲以外 我就是听老歌 最老的 对我不知道那些歌曲很吸引我 譬如 譬如像是猫王的歌 还有 你会唱吗 猫王的歌吗 你会有任何一首会哼两句 一般我都会唱 来 唱几句啊 像是 Don't be cruel Do how this is true Don't be cruel 这首歌很有名 是 是 是因为老爸放 你才听到这些歌吗 呃 还是你自己找来的 我爸从小就带我到各地去看他表演 他喜欢模仿猫王 是 他的偶像也是猫王 他就会唱猫王的blues回修 然后 小时候我不懂英文 所以我觉得 哇好厉害喔 很厉害 为什么可以唱成这样 怪怪的 就是很有自己的特色 是 然后到之后我会英文以后 在看他唱 我想说 在唱什么东西 然后有一次到纽约 就说不过儿就对了 对有一次到纽约 他唱这首歌 我看旁边的黑人的保全 表情还怪怪的 他会皱眉头这样 原来你把我们的歌 变成这样 对就听不懂在唱 对 然后我就回家 去上网查这首歌 发现我爸的旋律一样 但歌词跟他是完全不一样 真的吗 对我就 他是唱错还是要乱改 他是不会唱的 你说他不认得念英文 发音不表示 哦是发音的问题 对 所以老外的警惠听不懂 听不懂 对完全听不懂 然后我就把那首歌的歌词下载 下来 给你爸 对然后我就自己学 还要把吉他也都学起来 然后我就弹给我爸听 我说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然后他说你好像很厉害 下次出去跟我表演 就唱这首 你爸有恍然大悟吗 我爸其实有吓到 哦 他没想你这么认真去找到这些资料 他想说为什么你会去听猫王的歌 他其实也不知道 是是 对然后表演的时候我也有唱过这首歌 对然后之后就把他猫王的歌都学起来 然后再学一些别人 比如说Beatles Animals 他们的歌我都还蛮喜欢听 哇 所以你算是很老成的一个小孩了 听音乐很老 是 对 打电动的时候还是很小就对 呃 现在我不会打电动 最近不打了 前一阵子会打 但是因为电脑的那个软体坏了 修也修不好 所以我就算了别打了 那就最近又比较忙嘛 对 要宣传 有可能是老天爷的安排 是是是 对 据说老葛其实也很会跳舞对不对 呃 我很喜欢跳舞 而且当时也因为跳舞也让我们的周董 突然觉得你很有活力 对 其实我一开始的兴趣就是跳舞 但是跳舞以后 我爸就带我出国表演 出国表演可能表演太多了 大家有可能会看腻 我爸说不行不够 你要会唱歌 嗯 好我就去唱歌唱完歌以后 我爸说不够 不够 要变魔术 你要会乐器 会乐器以后说还是不够 你必须要会模仿更多人 好我就去模仿更多人 然后模仿更多人 不够你讲话要大声 你要会讲笑话 对然后我就把这些所有东西 他讲的我都学起来 对了 所以你已经没有东西可以学了 我 呃 其实还有啦 再把再把这些东西练得顺畅一点 对 所以你会模仿谁 我会模仿 我会跳周杰的歌 然后罗志祥的 还有 有 蔡依林的会一点点 是模仿动作还是模仿的 就是 那个MV出来的 我就 会学那个MV的舞蹈 是 对还 其实还蛮多艺人的 嗯哼 对这是我的兴趣 好 今天我们要让大家看看你的舞姿 哦 好 现在我们准备好 要请葛兆恩 在镜头前为大家来献舞一下 所以今天宝地要为大家跳什么 嗯 其实像是我 刚刚有说我第一个是模仿Michael 是 然后Michael最经典的就是月球漫步 嗯 然后月球漫步 我每一 没听每一个人都讲 哎月球漫步好难 我真的有那么难吗 我就回家自己看电脑 嗯 我看过我看到一个韩国老师在教 我听不懂他在讲什么 我看他的动作 所以我第一个学的我是学滑步 嗯 Michael的滑步是往后 后滑 对往后滑 然后这个我学了大概一两个小时 一两个小时就学会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测滑 测滑 测滑 对 这两个我学起来以后 我去看Michael的影片 我可以自己加一点东西 比如说原地滑 原地滑 原地滑 这好像在炒蛋 原地滑 对 然后这个地比较不平 然后再往后 这样子 对 然后侧的你也可以从这里 编到 这样子滑 然后手也可以加一点动作 比如说 这样子 嗯哼 对 然后我自己有想到一个东西 还蛮屌的 这样子 这样子 就像在太空上面走路 其实很像在走一个什么输送带 对不对 对 那个感觉不错 对我觉得这个很屌 而且一般来说都不会很难 就是一个障眼法这样子 对然后 我就上网去找一些Michael的影片教学 其实 这个也是Michael 经典的 对 Michael经典的 就是 很多的盾胎这样 对 很厉害这样 那是 其实它已经很久了 可是还这么 很新 嗯 然后这一次第二把火就有加一点 滑布的元素这样子 嗯 对然后 再加这个 我都有加进去 有加进去 对你可以去看那个MV5 里面其实很多都跟Michael有关 是 你都会看得出Michael的影子 对 但是 还是有我的特色啦 对也不是完全像Michael 对 那来一段吗 第二把火 好 的一小段 它的副歌 我们是让它有记忆点 所以不会太难 它的副歌就是 点燃的节奏 冬天里的二把火 舞动的节奏 冬天里的二把火 跟我的节奏 冬天里的二把火 启动的节奏 把你的手交给我 呃 对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学的点这样 是而且那个手指会有那种火焰的感觉 对 这是谁设计的 那个街舞狂潮的阿伦老师 阿伦老师有来过我们节目 他就是在一个 他会设计这么可爱的 对他其实很厉害 在一个巧合之下 我妈介绍了它给我 然后因为那时候我想学地板 但是介绍他给我以后他不建议 因为容易受伤而且会长不高 对然后他就教了 他就没有很高 对 他就教了我一些小技巧这样子 就是可以绣的 然后我出了这张片以后 他就说他要支持我 他就要帮我编这支舞蹈 对然后编了以后 他就说一定要让大家有个记忆点 让大家去学这样子 是不然你一首歌全部都在秀舞蹈的话 每个人就看了一下就走这样 那另外两首歌有没有设计舞蹈 嗯我的吗 你的 哦有为什么是请庄敬高职的老师排的 哦也是排的还蛮还蛮简单的 为什么为什么又是我 来一下一下 他是没有跳过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又是我 就是很简单 可是对你会不会太简单 还蛮简单的 这好像是采花姐跳的啊 对我们就是想要让大家学一个点 但是第二把火其实前奏跟主歌 我们就是在秀我自己的舞蹈 然后到了副歌就让大家学 那还有一首歌摇滚妹妹 哦有没有跳舞吗 摇滚妹妹这首歌其实翻唱猫王的歌 50年代的Jailhouse Rock 对他就是比较有点这种感觉 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是比较 但是我没有跳 我在我的MV里面就是弹吉他 然后这样穿了一个很复古的衣服 嗯 对 好谢谢我们的宝地舞蹈教制 这么会跳舞 所以当时也吸引了周杰伦的注意 对不对 呃其实 决定帮你写歌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真的想要帮我写歌 呃就是当时我跳完这首歌以后 我 我爸也不太不太想理我的感觉 他不想让周杰伦注意到我 为什么 因为然后我爸就跟他邀歌 其实是你爸要唱周董的歌啦 对我爸他帮自己邀歌 不是帮我邀歌 然后他就说半首就好不用一首 因为一首周杰伦不可能给 半首就好像千里之外 但是 那不叫半首啦 那还是一首啦 但是你跟费玉琴是唱慢的 我们可以来唱快的啊 然后 你说是你爸建议 对我爸建议他们两个一起 他们两个一起唱 然后 周杰伦也 说不你坐在那就好 你经典的歌太多了 你说当下他就直接拒绝你老爸 对 就说你 因为他我爸经典太多了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想讲我爸老了之类的 对只是用比较不同的方式讲 他就说我可以写给你的儿子 然后那时候你听到你有 我听到很兴奋 我听到还蛮兴奋 然后我爸 啊好啊好回家回家 然后我们当天就回家咯 就也就这样子 因为我跟你讲啦 以高大哥的心理 一定觉得周杰伦是委婉的拒绝他 就是不要写 不要写给我 故意假装说写给我儿子 可是可能也不见得会写 对然后当天也就到这边 对 然后到不到两个礼拜 我们又在一个场合遇到周杰伦 哪那么容易 你为什么都没有遇到啊 对是我也不知道会遇到他 我们在一个人呢 就是比如说芯片的发表会 演唱会在华山 然后我就到后台 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到后台 后台没有半个人 那我一进去听到有人在弹钢琴 我就说想去看看 就是周杰伦在那边弹 周杰伦在那边弹 然后旁边一大堆很厉害的dancer老师 全部都会在地上翻 然后周杰伦当天看了我的表演 那是一个慢歌还是快歌 我是他在弹的 他在弹 就是即兴 即兴就是随行在那边弹 然后dancer就也即兴在跳 对 dancer就都很厉害 每一个都是很壮 然后都可以在地上翻来翻去 然后他看到我以后 他就说 上次看到我跳 我要不要再秀一下 然后我就想说 就你也加入了吗 呃 我当天 当天其实比较不敢 因为那么多厉害 但是我还是跳了 跳了一下 对 然后那天音乐比较小诚 我就跳一个Michael 假装在那边自己很爽 然后然后之后 周杰伦在弹钢琴 很多人进来了 在开party 然后周杰伦在弹钢琴 每一个人都不敢接近他 因为周杰伦 那进来的人是谁勒 应该也都是工作人员 就是很多艺人 因为之后演唱会开完 就很多艺人进去要开party之类的 哦 对然后周杰伦在弹钢琴 戴一个口罩 没有人敢接近他 他也戴口罩 对因为 因为他很喜欢叫人家秀 要不要你唱一下 然后当时我也不懂 我就很好奇 傻傻地唱 他弹钢琴 然后我就到他旁边听 要不要唱一下 然后我就说唱什么 我的歌会不会 我说会 他弹道香我就唱 还有菊花台之类的 我都唱 然后唱完以后 他说你可以帮你爸 你都记得歌词哦 因为我是他的超级粉丝 所以你真的会背菊花台 其实快歌比较多啦 对然后我爸 然后他就说你可以帮你的歌 你帮你爸的歌拿一番唱啊 像冬天里第二把火 的一把火不是第二把 的一把火 然后我爸 这时候就很厚脸皮的说 但是我比较想要你的歌耶 他就 他就直接跟周杰伦讲 周杰伦说 OK好 我爸说 中间给个时间吧 我爸很聪明哦 中间给个时间 周杰伦说 随时好不好 随时 我爸说 不行 一定要有一个时间 周杰伦说 一个礼拜之内 然后回家以后 第二天就收到了 很快 所以我觉得周杰伦是个 非常讲信用的 对他收到一定会做得到 不过我觉得你爸也很厉害 对我爸很厉害 你爸还是 死到活到就 到啦 对 然后当时周杰伦在弹钢琴 我爸就说 我们就去跟他讲要歌啊 他上次不是讲 我们不要啦 这很怪很尴尬 我每个人都这样想 就我爸说 你如果这一次不跟他拿 下次是什么时候 下次还有机会 所以你还是要感谢你爸 对 因为他厚着脸皮 也是为了你啊 对不然下次就没有机会 再遇到他了 然后看到他以后 我爸就 直接给他要 然后如果周杰伦讲随时的话 也不一定会给我们 因为如果换你 你可能说 好好好谢谢 对 就随时吗 我爸说不行 一定要给个时间 然后一个礼拜之内 将是老的啦 对 因为我爸也也相信周杰伦很养心用 一个礼拜之内 然后一个礼拜之内真的寄过来 就第二天了 对就很开心 好 那你听到觉得那首歌 我听到 其实当时接下来是一个demo 没有很有感觉 有就是有感觉的 demo 然后周杰伦就随便唱随便 哼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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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然后当时也还不到 所以没有词吗 也没有词也没有歌名 然后就在里面有听 燃烧吧 燃烧吧 我叫个冬天你的一把火 冬天你的一把火 我爸就说 冬天里第二把火 要不要 然后我们就请南群妈妈的蛋头写词 然后就出了冬天里第二把火 所以真的很像是一个奇遇 对不对 对 这个整个事情 其实高大哥有写在这个专辑里面 有 有把这个邀哥的辛酸史有写进去 对 可是最终是个美好的结果啦 对啊 所以要谢谢爸爸 要谢谢 所以既然这样帮爸爸 帮今天没有办法赶来 可是你反而很开心的这个通告 替他唱一段他的歌好不好 因为也有高凌峰的新歌嘛 在里面 你会唱哪一首 不累不累 不累不累 不累不累他其实是在讲 有梦最没希望向谁不累不累 就是你做快乐的事情你就不会累 是 对然后我爸就永远很开心了 真的吗 因为他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 所以他很享受 他上台跟我讲过他不是当作表演 他是当作运动 运动 对他是这样子来看一场表演 对所以他就 不会累他就很开心 然后就写了这首不累不累 对 然后这首歌也是翻唱60年代的歌曲 所以我就很喜欢 对然后 我唱一小段 你唱一小段 对他是 来吧我的朋友 跟着这个节奏 你唱的太懒洋洋了 接着你的双手 来跳阿狗狗 不累不累 不累不累 有梦最美 希望香水 我不累不累 对就是 很好听的一首歌 耶 可是你大概唱的比你有味道了 他唱的更老一点 对而且这个MV 而且你唱的有点累啊 你这位年轻人你唱的有点 有点快睡着了 可能是我一个方式 你爸真的是就不老的偶像 其实我也觉得我爸 一上台就好 对我爸为什么会这样 他一下台 只要今天没有表演 他就生病 真的假的 对然后一有表演他就不会生病 那你们家就天天 就踢他出去工作就好了 他其实每天真的就是出去工作 对然后他现在找到一个方法 就是没有事情的时候 他就出去跑步 运动 锻炼身体 对然后他表演 就可以唱很多live的歌 对我爸没有对过嘴 对他永远都唱live 然后就觉得 为什么那么厉害 一个这么大把年纪的人 还可以在台上这样又蹦又跳 而且他下台也不会累 对然后拍这首歌的MV 其实也是一个 在一个很老的场景 然后后面有band 我爸也穿一个很复古的衣服 是是是 拿着弹着吉他 对然后就很有味道 如果是我 我觉得我做不到 没关系你还小啊 你才十三呢 也不用太复古啦 不用 你还有大把的青春可以使用 对但是我爸就是叫我复古 因为前一阵子我上康熙来了 你知道我爸叫我穿什么 新装吗 我本来想了一套很屌的衣服 非常屌是非常流行的 然后头发 很潮的 头发也用的很屌 当时头发是也有刘海的 我爸说你把头发梳成猫王 猫王的油头 然后你就穿灰色西装 而且灰色西装也不是像现在很和声那种 比较流行的 不是 就是复古的全灰 然后里面白色衫搭一个领带 哇 然后苏猫王的头 然后我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要我苏猫王的头 对然后 但是最后我就想 效果很好 还不错 是还不错 然后最后我就把自己的头发弄成这样 也比较新了 然后我爸叫我苏猫王的头 我也直接跟他说没办法 我头太短 对啊 所以就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 也不是完全模仿的 其实我觉得现在听我爸的也蛮有道理的 是啊 对因为我爸的经验也比我多 毕竟一把年纪了嘛 对一把年纪了 而且他历经了很多的事情 我曾经就访问过你爸那时候出书 那时候就见过高大哥 他的人生也很复杂 很复杂 很精彩 可以拍成好几部电影 有啦他最近都有拍电影不是吗 我说他一生 是 要拍实习大明星嘛 还有另外一部电影还演了一个配角 其实实习大明星也蛮像我爸的 他就是在讲一个过时的明星 然后去教新一代的艺人 如何成名这样 对 但是当时演戏的是我的 算是表姐 算是表姐 你表姐在里面啊 一个长得很中性的女生 我知道 对 有那个女生 对 姓徐 然后 我爸就教他们如何变成大明星 然后现在就是 变成他指导我 如何变成明星 就像电影里面演的一样 可是希望我们的葛大恩能够在 学校里还是要快乐一点啦 因为刚才前面一段访问的时候提到你 现在内心 已经开始觉得没有自由 而且会 有点怕东怕西的啦 对 而且我 像是 比如我danser danser的衣服 约danser出来 然后买的衣服的钱 都是我自己必须要想的 哦 对 因为 像是一般的艺人都会有人帮他们准备 但是我没有 所以代表说我要自己想 我每天脑筋都有很多东西 所以上课的时候我就上课 下课以后 我同学约我出去的时候 不行 我有很多事情要想 你要计划 对 我就一直在想 但是每次都想不开 然后回去问我爸 我爸很厉害 我爸一句话就帮我解答所有的事情 对 所以等于说 哪一句话 我说 只有一句话 还是每次都用一句话 每次都用一句话 就可以把我的所有问题都解决 比如说 比如说 这个danser今天有事 嗯 然后不能来 但他之前已经答应我了 对 快要 然后到了快要表演 快开天窗了 再找人 再找人也来不及 之类的 他会说什么 我爸就说 如果不行的话 四个人可以变三个人 三个人可以变两个人 两个人可以变 变你自己一个人 然后 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到这点 这是最坏的打算啊 对 我想说也是可以啊 因为主要就是我的solo嘛 他们在旁边只是 一个画面上很漂亮这样子 对 然后 但是最后我爸还会尽全力 帮我想办法 如何让四个人全部都站在后 只是凡事先做最坏的打算就对了 对 就不用怕了 对 然后我当时最坏的打算就是 我不表演 你一个人 对 我心里想的东西跟我爸不一样 你是 你是躲起来不表演了 他是说你就一个人表演 对 其实一个人表演也可以啊 当然啦 对 然后就 最后就发现 我爸讲的话都还蛮好 没有阿珠阿花 也还是可以有青蛙王子 对 我爸说 他表演 今天国外给他两个人 他就表演 四个人就表演 没有人他也可以表演 对 所以我觉得就很有道理 有一句成语送给你 叫 能屈能伸 嗯 嗯 这就是中国的智慧啦 呃 我爸常会跟我讲这些 OK 对 好 呵呵呵 我也快跟高大哥一样老了 今天谢谢我们的新人 谢谢 你爸一定很惊讶 你讲了很多话 应该会觉得 成润我访问的不错 哦 他今天回去一定会问我 今天问了什么 今天问了什么 然后你都想不出来 对 因为在很自然流畅的情况下 就让你讲这么多话 然后说不知道 他就会骂我 请他看节目 对好不好 你要去看 嗯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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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不能不是我 为什么听话的不是我 为什么 永远不是我 为什么满分的不是我 总会有一天 一切都属于我 总会有一天 一切都属于我 但是我一切都会 你也是 你也许多了 我 没有什么 不是我 i know you can be one of the first